大家好,我今天要包容的是網路酸民 由於今天我要包容的是酸民 所以我今天特別喬裝 不過想讓大家知道我是誰 那些網路霸凌的酸民是Hudger還是怎樣 一出事就說 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 是怎樣,太過分了喔 他們說台灣是一個自由於任何國家 沒錯啊 但不代表你可以肆無忌憚的發言啊 我真心的建議政府編一些預算 加強我們一世代網路刑警的確定 OK 公眾人物在網路上說錯話 做錯事情 他們必須負責任 難道你們在底下留言嗆聲 罵 不用負責任嗎 好 撇開這個頭條不講 但頭條底下 多少人承擔這個網路霸凌 你們有認證中視過嗎 說錯話做錯事 是屬於個人行為 但是酸民們 你們憑什麼 去罵罵到對方的家人 誒,說實在的 我們台灣人幹嘛傷害台灣人啊 再來 可樂是那些起哄者 一直訴狀誇大 那些負面 總是說 東西放在檯面上 就讓人家檢視評量 搞清楚 評量與批評是一線資格 不要裝作狠懂 自以為正義 你的那些自以為 處理害是一個人 好 OK 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也是一個民主社會 外國人說 台灣是熱情的 經過此事 我們是怕更進步呢 要更愛自己人 更挺自己人 因為我們 是台灣人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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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不放好多人 反霸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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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